22日申報,港股絕地反擊回升800點 2015年7月10日投資人與B05圖股井慕容虎格晚美股再跌 亞太區股市早段易向下 但港股經過4年滴後,以情超賣,而中央不斷出招救市 中建A股大幅反彈,港股絕地反擊一度升越過千點 週四次低開81點後倒升 10點後大幅上升,增升1076點 痴半日已升805點 內地A股下午開始即現強勢,護指升余半成 痴亦突破上五高位,為美市升幅收窄 最後痴收報24392點,升876點 雖然說昨日中港股市有長足的反彈 護市低開後跌幅收窄,午後極速反彈 收市上升5.76% 創余六年最大單日漲幅 護心兩市與1200隻股全部上升 港股亦從上24000點 盤中增升越過千點 但中港股市能否從10星勢 則要視乎今日A股的表現 兩市橫有如千隻各股停牌 故後市復牌情況成為影響大市走勢的關鍵因素 而且復牌後市龍蝕蛇的確無人之曉 港股上升有以重磅股為主 而世界股平均都有三、四成以上的勝負 為今日是本週最後一個交易日 投資者未必放膽坐貨過週末 不過氣氛轉好事須一令投資者安心的正面影響 中指券雙股回用中指券雙股昨日回用 國泰軍安1788表現最好 收市升34.4% 報3.71元 華泰證券6886升15% 中信證券6030升17.5% 廣發證券1776升17.1%